好 西門石板橋這一間蝦皮實體店外 有人惡作劇當街亂撒單劇 而且接連兩天都是在深夜時間 這邊女子從店裡面拿了非常多的單劇 出門之後就在店門口亂撒 一男一女走出店外 其中女子左右張望確認後 就把手桌的東西往路邊一撒 紙片如雪花般散落滿地四處亂飛 女子則小跑步嘻嘻哈哈離開現場 時間回到事發現場可以看到 是一間領貨的實體店面 民眾採取自助式領貨後 都會收到領貨單劇 會放在一旁的回收盒 疑似就是被有心人士拿出來 亂撒惡作劇 事發在新北板橋公園街 一間取貨實體店面 店門口前的地板上 還可以看到零星的幾張單劇 甚至有民眾目睹 單劇像坐記號般 撒滿一整條路 那個地上一直到後面 有單子這樣子 就覺得很神奇 還有編號 或是如果你是附線的話 就是投錢 它就會出現單劇 民眾的領貨單劇放在回收盒 通常後續會有店員幫忙集中丟棄 而官方表示確認後亂丟的人 是一般民眾 並非店員 今天是酒吧街 晚上都有人喝酒 可能喝酒 玩吧 想出名吧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 當街亂撒單劇的行為 都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若被檢舉 當事人將很可能被依罰出 一千兩百元以上 最高六千元的罰環 惡作劇當有去丟領貨單 恐怕最終讓自己吃上罰單 這有靈魂承認詳細美參謀的 演唱創舞 enforcement 直至是 我們沒有 發言